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在刚刚长大 一心只想着变得更强更壮 郑老婆上小学时就开始举重 后来还参加了多项健美比赛 他说认识他的人甚至称他为大力士 而健美这项运动还让他抱得美人归 这次决定重出江湖 挑战新加坡全国健美大赛 郑老婆说 这一方面也是为了庆祝与太太结婚50周年 健美健身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本地就有一支特别的乐龄健身兴趣小组 成员不只是会经常聚在一起锻炼 偶尔碰到有表演机会的时候 他们也会大方地秀出自己的好身材 颈后引体向上 单手扶地挺身 这些高难度动作都难不倒他 66岁的魏宪国是在20多年前 从香港移民到新加坡之后 才开始认真健身 在香港因为环境的极限 你没有这种东西 你只能跑步一点步 还有在家里晚一点这个A8 来到新加坡你看到这种到处 足够有这种8这种体育角落 就感觉到练几下很好练几下 一直练一直练 因为加入了乐林健身兴趣小组 魏先生也认识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健身爱好者 不使会相互切磋健身心得 有时还受邀出外表演 魏先生就认为 有这个机会同大家分享爱好 感觉很不错 通过他们看到我们的上电视 上报纸 还是说在公园里面 那个现场公园里面 那些老人家可能看到 这个也是老人家 他都会 虽然我不能上Must-Up五次六次 但是我可以一下也不错 就是希望他们会有一点激励的 78岁的罗健林 也是这支兴趣小组的成员之一 他十多年前就开始健身 后来因为受伤停止了锻炼 虽然之前罹患末期鼻炎癌 但罗老伯并没有因此会心 现在因为病情稍微稳定下来 所以不久前又回返健身房 现在就是说我又得到这个病 那么我就破破看 练练看看会不会把这些病 那个案件弄掉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 所以去健身房 因为政府有针贴 我不懂他们跟我讲 我说我还以为我这样 我去看看他会怎么样 还有筋贴我125块 我每次去一次就是扣一块半 罗老伯说 自己在健身房 不外是踩踩脚踏车 走走跑步机 不过还是从中找到不少乐趣 觉得自己的 有点心筋啊你看 后来我癌症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的 很可怜给他吃到 我又看个书的时候 他癌症的细胞可以吃这样 一点都没有 现在还有就很有信心 那年长者在健身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 平时如果是缺乏锻炼的人 又可以做哪一些基本功 开始练起呢 人家就是说我们在家里 千万不要做那些太激烈的运动 因为你搞不好 可能是得不偿失啦 但是你可以慢慢慢慢 什么都是要连开始 好像我们读小学 读幼稚园到一直到大学这样 你可以慢慢练 什么都是可以练的 不用说不用不用说我老了 骨头硬了 就是骨头硬了才要练多一点 普通的气力 你就低一点的这样 这样做几下这种方便 如果你气力更加差一点呢 我们也可以高一点的 用高一点的来 来来来来这样 如果你真正的可以很有钱有气力 你也在地下 这样 一步一步慢慢来 如果你真的练到很好了 可以像我这样可以做一百下 一百二十下 还有这张伸展运动 比方说你这样拉拉拉拉拉拉 拉这个筋 这个一条 这一条它会松 平时我们都很少拉这两条 这两条 如果你这样拉拉拉 会 还有也可以这样转转 这样膝盖可以这样轻轻地转 膝盖会灵活很多 还有坐在这边也是可以这样 这样压你的腰 坐在沙发上 加你的沙发上 也可以这样压压腰这样 因为不会这样 有做一点压动 肯定不会打瞌睡的 当然了 运动固然是对身体有益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 量力而为 安全第一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就不放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周末好心情 我是志英 我们星期一再见